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是鸦鸦 欢迎加入我们今天的伸展练习 那我们等一下的伸展的重点 会放在于骨盘跟肩膀附近的一些练习 那因为这两个区块是我们身体 比较容易累积压力跟疲劳的地方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在这两个区块 做到不同方向的一些练习 那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每个动作都会有一些停留的时间 那在停留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是 我们必须要把绝肢力带进来到每一个动作 去留意身体在当下的一些感觉 那同时也可以帮自己做一些调整 去找到一个有伸展 但是又不会太不舒服的一个状态 所以等一下的练习你的动作 大概可以做到七八分 那我们会留一点点空间给你的呼吸 让呼吸去协助你的身体 创造出更多的空间跟弹性 那等一下的练习呢 你可以尝试准备瑜伽砖在你的旁边 或者是如果你没有瑜伽砖的话呢 你也可以准备你的一些毛毯或者是厚毛巾在旁边 那任何时候身体需要协助的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一下 那准备好之后呢 我们就尝试先把身体带到一个舒服坐姿的位置上面 那在坐姿上面如果你觉得稍微辛苦的话呢 我们可以尝试准备瑜伽砖 把土木垫高 所以如果你意识到你的膝盖会比较高 或者是骨盘比较往后倾斜的话呢 我们可以尝试使用瑜伽砖 稍微先把它带到骨盘底下 让自己觉得舒服一点 可以坐在这边 那眼睛的部分我们就先轻轻的闭上 那先尝试感觉你的脊椎有一个往上拉长的空间 那同时间去意识到你的整个肌肉跟皮肤保持在一个轻松的状态 那现在你可以将你的注意力 先带到呼吸上面 我们会渐渐地找到一个稳定 深长的呼吸模式 那同时慢慢地意识到自己的吸气跟吐气保持平均 那当每一个吸气的时候 你可以去留意到整个身体里面有一些扩张的空间 那吐气的过程 我们把身体外面现在觉得紧张或紧绷的地方 稍微再放松一些 那我们先慢慢地找到你的整个呼吸 可以协助身体的感觉 并且把这个感觉带到你的练习当中 那如果觉得准备好了随时随着下一个吸气 我们将眼睛慢慢地张开来 好那腿的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先把它带到前方 那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们先轻松地活动一下双腿 那第一个部分的练习 等一下我们右腿会维持延伸 然后将你的左膝弯曲 把你的左膝往外打开 所以左脚掌我们会把它带到你的右大腿内侧的位置 那找到这个姿势之后 我们先留意一下自己的骨盘 还是在一个平行的状态 那同时调整一下两边的坐骨 我们让坐骨感觉重量是平均的 那可以的话我们试试看 将你的脊椎慢慢地往前往下放松下来 然后让身体尝试可以轻松地挂在这个姿势上面 那如果在这个姿势上面呢 你觉得稍微辛苦的话呢 我们可以使用一下道具来协助 所以你的瑜伽砖的部分 还是可以把它带到骨盘底下 那膝盖下方如果腾空的状态 一样你可以找你的道具 稍微把它带到你的膝盖下方去协助一下 那在这个姿势上面 我们还是把身体放松下来 那慢慢地去感受 留意一下你的整个骨盘的后侧 一直延伸到你的腿后侧的一些感受 那我们再维持一个深长的呼吸 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试着把整个身体先移动回到中间 然后道具的部分呢 我们就先稍微把它带到旁边去 那我们另外一边试试看 所以换成是左腿延伸到前方 那我们右膝弯曲进来 把右膝往外打开 所以右脚掌的部分 我还是会在左大腿内侧 骨盘我们先把它调整摆正 在一个平行的状态 那两边的坐骨 你感受一下它的重量是平衡的 那找到之后呢 我们就试试看把你的整个脊椎慢慢的往前面放松下来 那一样让身体保留一些放松的感觉 我们挂在这个位置上面 那一样如果你需要一些道具的协助 我们还是可以尝试使用瑜伽砖 一个你可以尝试垫在你的骨盘下方 那膝盖还是腾空的话呢 我们稍微垫一下在你的膝盖下方 那一样尝试把脊椎放松下来 那再一次的去留意到从你的骨盘后侧 到整个腿后侧的延伸 那我们再维持一个深长的呼吸 那接下来我们把身体先慢慢的移动回到中间 然后道具的部分呢 我们就先把它带到旁边去 好那下一个练习 我们会准备把你的两个脚掌先并进来 在身体的前方 那脚掌的位置上面你可以自由的调整 往前一些的话 我们会比较轻松在你的骨盘 那如果往内收 越靠近骨盘的话 我们会有越多的伸展 在整个骨盘的内侧 那一样姿势找到了之后 没问题 我们还是要尝试 把你的整个脊椎往前面放松下来 所以我们会开始去感受到你的整个骨盘腔的内侧 有一些伸展的感受 那在这个位置上面呢 你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你的膝盖是比较高的状况 或者是你身体往前空间比较小 我们还是可以找到自己的道具 稍微把它协助在你的臀部下方的位置 那这边我们让骨盘创造出更多的空间 然后你再试试看 把整个身体放松下来 所以现在尝试把你的注意放在整个骨盘腔的内侧的感受 那我们再维持一个深长的呼吸 那下一个吸气 我们就准备慢慢的把身体先带回到中间的位置 那我们可以准备离开这个姿势 好那下一个部分呢 我们会尝试到歌式的练习 那等一下呢 我们会先把你的左腿往前 在身体的前方 那大概去找到你的左腿跟垫子前缘 大概是一个平行的状态 那右腿我们会向后带 那比较轻松的一个做法 你可以让你的右膝是保持弯曲的方式 那如果你可以再加深一点点 我们可以试试看 把你的右腿往后延伸伸展出去多一点点 那找到之后呢 我们会试着把你的骨盘先调整摆正 那这边如果你意识到你的身体重心 会倾斜向左比较多 或者是你需要让骨盘比较高 有多一点点的空间 我们还是可以使用一下道具 稍微把它协助在你的左臀下方的位置 那我们先把身体摆正了之后 可以的话我们试试看 把你的整个脊椎往前面尝试放松下来 那到位之后 你可以开始去留意到你的整个左臀后侧的一些感受 那在这个姿势上面 如果你意识到自己的左边膝盖有一些压力的话 我们保持左脚掌稍微勾起来的状态 那我们再维持一个深长的呼吸 那我们准备将身体先慢慢的移动回到中间的位置 道具的部分我们可以先把它移动到旁边去 那接下来我们要把你的整个身体重心稍微往左带一点点 把后面的右膝往前收 所以右膝我们会往前去接近你的左脚掌 那同时你可以让右脚跟收进来 往臀部的方向靠近 那到位之后我们先把后背跟脊椎稍微往上延伸 那之后我们试试看把你的身体往左侧的方向走 那走到一个程度 你觉得身体有一点紧之后 你可以试着将你的左手肘先放松下来到地面上 那我们要尝试把你的整个胸继续往地面的方向转下来 那面的部分你可以试试看往后 脸可以尝试看到你的后面脚的脚趾尖 那同时间你可以继续的将你的右边的骨盘往前推 所以我们去留意到你的整个右腿前侧 到右边的身体整个是拉长的 那我们准备下一个吸气将身体先移动回来 回到中间的位置 那我们试试看另外一边的练习 所以我们会变成是把你的右小腿横放到身体的前方 然后左腿我们向后带 那一样比较轻松的一个做法 你可以让左膝是弯曲的 那如果还有空间我们试着将左腿往后延伸 伸展出去再加深一点点 那这边一样你可以感受一下 如果你的身体重心倾斜向右比较多 或者是你需要让骨盘有一些高度 多一点的空间 我们还是可以使用你的道具 稍微把它带到你的右臀下方 所以我们先把整个骨盘 跟身体尽量的摆正一些 那没问题了之后 我们再尝试把你的整个脊椎 可以往前面放松下来 那找到位置之后 我们还是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的右边臀部后侧的感受 那如果这边你会觉得自己的右边膝盖有一些压力产生 我们让右脚掌维持勾起来的状态 那我们再保留一个深长的呼吸 下一个吸气慢慢的我们将身体先移动回到中间的位置 然后道具的部分 我们就先把它移到旁边去 接下来的重心我们会稍微往右侧方向挪 把后面的左膝往前收 所以左边的膝盖我们会去接近右脚的脚掌 然后左脚跟靠近你的左臀方向 那找到腿的位置之后呢 我们腿保持固定不动 将你的脊椎先稍微拉长 那接下来我们会试着将身体慢慢往右侧方向走 那往后走到一个程度 如果觉得身体有点紧之后 你可以试着将右手肘先慢慢的带到地面上 还有空间我们胸的部分 可以往地面的方向转下来 那如果你觉得轻松 你可以把脸往后转 看向你的左脚之间的方向 那同时间我们会继续把你的左边的骨盘 往前延伸往前推 去打开你的整个左腿前侧到左边的身体 那我们再一个呼吸维持 那准备渐渐的把身体先慢慢的挪回来 回到中间 那腿的部分呢 那我们就先慢慢的把它拉出来 解开回到前面 那需要的话你可以先自由的活动一下 那等一下我们会尝试呢 让你的身体带回到中间的位置 然后下一个练习 我们会把你的右腿的膝盖先往里面收进来 然后再将你的左腿交叠上来 到右腿的上方 那这边找到位置之后 如果你有空间两个膝盖 可以尽量的往中间集中 那接下来意识到自己的骨盘可以的话 我们尽量让两边的骨盘平衡在地面上 那如果这边骨盘外侧有点紧 你可以先留下来 还有空间的话 我们可以尝试把你的整个脊椎 慢慢的放松下来 那慢慢的去移试到你的整个骨盘外侧的一些延伸 那如果现在的姿势对你来讲轻松的话 我们可以加上一点点变化的练习 我们将身体呢 先慢慢的往左侧的方向移动 左手我们带到地板上 那将你的右手往左侧的方向延伸出去 同时间你的左手之后可以继续放松往地面的方向靠近 那把你的整个右边的身体打开来 好那下一个吸气 我们准备将身体先移动回到中间 我们另外一边的练习试试看 所以换你的左腿 我们先在地面上 然后把膝盖稍微往里面挪进来一点 右腿的部分我们再交叠上来 那到位之后一样我们先注意到你的两边的坐骨 尽量的可以平衡在地面 那如果觉得骨盘外侧有一点紧的话 你可以维持 那还有空间的话 我们尝试把脊椎往前面放松 那慢慢的去留意到你的整个骨盘外侧的一些感受 那如果这个姿势上面对你来讲还算轻松的话 我们做一点点变化 你可以尝试把你的右手往右侧的方向带 那左手我们继续往右侧的方向衍伸出去 那你可以试着将右手肘放松往地面的方向 那我们把整个左边身体的侧边打开来 好那随之下一个吸气 我们将身体先慢慢的移动回到中间 好那腿的部分我们就先把它拉出来解开我们自由的活动一下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开始进入到一些肩膀部分的练习 那等一下我们要朝向侧边找到舒服的坐姿 然后手的部分我们先往后移动 然后这边你可以先感受一下自己肩膀的感觉 如果还有空间的话我们再试试看 把你的整个骨盘往前移动出来一些 然后如果有空间我们要尝试把你的胸微微的往上推 那慢慢的去意试到你的肩的前侧 现在有一些伸展的感受 好那我们准备慢慢的将胸口先稍微放松 然后骨盘的部分可以先稍微调整回来一点 那等一下我们就先把身体移动上来进入到四足跪姿的位置 那从四足跪姿我们会试着把你的两个手掌心先往前走一步 然后将你的身体整个放松往下 那后面的大腿我们大约跟地板保持垂直的一个状态 那如果有空间的话你的面可以微微的往上抬 再将你的胸跟下巴往下放松 那如果你的肩跟背觉得辛苦的话 双手中间的距离可以把它打开稍微大一点点的空间 那我们再维持一个稳定的呼吸 好接下来我们手肘推地 可以帮忙把自己的整个身体往前面放松 我们就趴下来回到地面上 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把你的左手往左边的方向延伸出去 那你的左手掌可以比左肩稍微再往上高一点点的位置 右手的手掌心肠是推地 那我们会将身体先慢慢的翻上来 那你可以先翻上来一半让你的右膝朝上 左腿我们先留在地面上 那你可以找到你的道具 稍微把它带到你的头下方的位置协助 那如果这个位置对你来讲轻松的话 你可以尝试把两个膝盖同时一起拉 往上带上来 那骨盘的部分我们稍微往垫子内侧 调着进来一点点 那这边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你的左边肩膀内侧 到你的胸口的前侧 那我们准备慢慢的将双腿先延伸 然后把身体先放松 趴下来我们先回到地面上 那我们试试看另外一边 所以把你的右手往右侧方向延伸出去 那右手的手掌你可以比右肩稍微往上高一点点 那左手手掌我们推地将身体往上先翻上来 那一样你可以先带到一半的位置上面 所以左膝朝下 右腿我们先保留在地面上 道具的部分还是可以把它放到你的头下方协助一下 那如果现在你觉得右肩都还算轻松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把两个膝盖同时一起朝上的方向 那骨盘的部分我们再稍往垫子内侧 整个挪进来一点点 现在我们会把注意力放在你的右肩到右胸的前侧 好那我们准备将你的双腿先慢慢的伸展 然后将身体先整个放松趴回到地面上 那道具你可以先移动到旁边下一个练习 我们会把你的左手交叉在上右手在下 那手臂我们会尽量让它先往左右的方向延伸出去 然后找到位置之后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肩膀还有空间的话 我们可以试试看将脚指尖踩低 然后胸的部分我们往上微微的再挪上来一点点 那现在我们要感受到你的整个肩的外侧到手臂前侧的延伸 那我们准备慢慢的把手臂先放松解开 我们另外一边试试看 所以直接把你的右手交叉在上 左手在上 那手臂一样我们先尽量往左右的方向让它伸展 除去多一点 那还有空间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脚指尖稍微踩低胸的部分 我们还是微微的往上挪 让胸的重量可以帮助你的手臂上下 那我们再一个呼吸维持下来 那接下来我们就尝试把手臂整个先放松解开 然后手掌推地我们先移动臀部向后 那我们准备要把身体先带回到坐姿上面的位置 接下来的练习 我们会先将你的右脚的脚掌先往前跨出来一步 那右手臂我们交叉在上 左手在下 那手你可以先抱住肩膀的位置 让手肘的部分先交叉多一点 然后上手臂我们再往上带 然后手臂我们再交叉一次让手掌先护扣 那走到位置之后 整个手腕我们可以试着把它放上来 到你的右大腿上方 那如果你觉得肩膀还有一些空间的话 手臂的部分你可以继续往前延伸 那我们让你的右手指尖可以微微的朝向 右斜前方的方向 然后右手掌朝上 我们让左手找到一点点力量去帮忙你的右手向下 所以我们现在感受一下你的整个右肩向外旋转的空间 那我们准备将手先整个放松解开来 然后我们会直接把你的右手的手肘 把它带到肋骨的正侧边 那手掌可以稍微握一个拳头 那右膝的部分我们往右侧方向先把它打开来 接下来我们准备把右手臂先带到你的右大腿内侧 那夹进来之后如果你觉得右肩比较紧张的话 你可以允许自己的胸是往左侧的方向转开来的 那如果这边你觉得右肩都还好的话 我们就尝试将右膝慢慢的往里面的方向关进来 然后同时间你的左手可以试着去扣到右膝 然后把胸再尝试摆正 那我们现在去意识到你的整个右肩有一个向内转的一个感受 好那我们准备放松把你的整个右手臂先拉出来 我们另外一边试试看随意左脚掌把它往前先跨出来一步 那现在我们要交叉你的左手臂在上右手在下 手肘的部分我们先让它交叉多一点点 然后再试着把你的上面手臂戴上来 手臂我们再交叉一次手掌互扣 那找到位子没问题了 我们就尝试把你的手臂可以放松下来 到你的腿上方的位置 那如果你觉得肩还有一些空间的话 左手我们可以继续往前延伸 所以左手指尖你可以有一点点朝向左斜前方的方向 同时左手掌朝上右手找到一点点力量 带你的左手向下 那现在你可以意识到整个左肩向外旋转的一个空间 好那我们准备将手先慢慢的解开来 我们会直接把你的左手腕把它带到左边肋骨的正侧 那手掌可以稍微握拳 左膝的部分我们往外先把它打开来 左手臂我们试试看把它带进来先到左大腿内侧 那左肩真的比较辛苦的话 你可以允许自己的胸是往右侧的方向打开的 那如果这边都觉得还好的话 我们就尝试把左膝往里面方向关进来 同时你的右手可以试试看去扣到膝盖 然后我们再把整个胸跟肩再拉正一些 所以你可以去感受一下整个左肩现在有一个向内转的空间 好那我们准备呢渐渐的离开这个姿势 好那回来之后腿的部分 我们就先带回到一个轻松散盘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需要坐高的话呢 我们一样找自己的道具 先把你的臀部的位置 先稍微往上带一点点 那我们找到一个舒适的感觉 然后把你的眼睛先轻轻的闭上 那肩膀的部分如果你需要放松 你可以先自由的活动一下放松一下 那差不多了之后 我们就回到一个舒适稳定的状态 然后将你的注意力再一次回到呼吸 那现在你可以留意一下你的整个骨盘附近的感受 跟肩膀附近的感受 那我们刚刚的练习让你的骨盘跟肩膀同时达到一个放松的状态 那同时通过你的身体的放松 你可以去意识到现在呼吸的感觉更深了 那去留意到你的心智 但是也在一个比较平静安定的感觉当中 那当你觉得准备好了之后 我们将手掌合十 带到胸的中间 愿我们都明白我们的练习将带领我们走向更觉知的道路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Namaste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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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